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精算產品包括 蜜通斐雷 夜光特別版 身土不義愛香港 咳神手筆 陳雲國師 成邦會戰勝歸來 還有抑問新書 本土民主反共正論集 歷史幾寸都有 十大權神修訂版 李宜先生新作 最壞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記得入場支持啦 答備節目神秘之夜 第三節今天的主題就是 屠靈1.0之 兼僑無間道 第二節 前段時間我們提到 當時有一個 Vinoda Project 令到大量 這些 蘇聯駐 美國和英國的 臥底 無間道曝光 再說之前 要提一提 其實屠靈 除了第一節 我們講的幾個重點之外 它還有一個 將來我們都 如果有機會 都很詳細講的 就是屠靈測試 我相信 亦都是Invitation Game 那套戲的英文名 其中一個意思 就是 它提到 人工智能的問題 就是 它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如果 電腦的發展 或者 計算機的發展 某個階段 它和人的腦 的差別是怎樣 或者我們分不分得到呢 它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可以想像 有一個測試 就是我們隔著一個幕 或者你看不到 對方是甚麼人 如果你聊天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個聊天的忍 就是 忍自 忍自 有一個忍 就是 它好像一個 你和葡萄人聊天的感覺 或者是對答 像一個人一樣 我們就不需要理會 後面究竟是一部機器 還是一個人來的 就是 不需要看它的真樣 對 舉個例子就是 譬如現在我和阿基徒在討論 正在做一個節目 如果我去撕開它的皮 如果它發展裡面 是電腦版來的 我們也不需要懷疑 這件事就是 它究竟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電腦 其實已經說 一個機器本身 它是一個運算的系統 但是它有可能做到人的對答 那種思考 人是接近 是的 或者是仿此人 騙到人 是的 我想這個概念 大家聽下去 有些似曾相識 因為 如果你看2020的時候 其中一個片段 我相信靈感是來自徒靈測試 會的 其實它只是書名 原本是書名 一隻機械洋 它會不會發夢 是的 回到這個所謂 Renona這個情況 究竟當時的蘇聯 為何會重蹈德國的覆設呢 其實他們已經很聰明 他們用了當時覺得 又是沒有可能解破的一個 密碼傳說工具 就叫one time pad 这个one time pad技术的问题相当深 但我纯粹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解释 就是它用那个密码是用数字的 简单来说 譬如说几图的几字 K 它就用一个数目去代替它 可能我叫滑数 总之一个方式变成一个数码 甚至这个是否数字都不重要 而是它将这些字的代码 将它混乱了 混乱当然是非常随机的 即是无序的 无序的意思不是没有罪行的罪 是没有秩序的 即是你猜不到它有什么特别的模式 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次过 即是它只用一次的 它用完一次第二次不会再用 如果你技术那方面 你想吸收多些 你就可以去一个网站叫Kent Academy 我希望现在去到 它里面有详细讲到这一件事 这个做法其实就是说它会将里面每一个字 它都会化成一个密码 而这个密码本身是不是一个字去做的 而是逐个字母在做的 而跟着下去就好像一个洗牌 将它洗,洗乱了又再去第二个字母 于是它出来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由于它的可能性相当高 如果你用传统的解码方式 你逐个逐个试 你便要试很久很久很久 于是这个密码理论上是无敌的 即是无可能透过中间的被泄密之后 将它除了分 这个其中一个类比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类比就是 如果你的电话是加密了 你的电话加密了之后 如果有人涉听 即我和阿几桃讲电话的时候 涉听的时候 它就不会听到我们讲什么 而是听到一些杂音 即是是混乱大龙的 所以当时的苏联 就以为用这种方法 它们就可以在里面讲到很多 即是他们自己的机密 这个Canada Academy的解释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最贴切的 即是最耳鸣 于是我们就不去看 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讲 你可以在上面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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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讲 现在也没办法 我们也照讲讲里面他说 他就说假设有一颗色 即是26的 26面 那里面就每集一次的时候 就代表了这个代码 这个情况出来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在哪里见面的时候 就会出了另外一堆乱码出来 这堆乱码的时候 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那边 我们能够记录了这个过程 在那边看到的话 只有这两个人才可以知道 如果中间插码的话 是不能够原知到里面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这个密码 即是加密过程 它是随意的 即是很扔色 理想上 你没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你不可以重复 扔色的过程 于是乎这个加密的程度 当时苏联觉得天下无敌 但是你知不知为什么 在后来会探了Q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衰懒惰 就是用一下有些加密的人 就免得再找一张新的 一张这样的密码 就是用旧那张 另外很衰不衰呢 这个是传说来的 现在还未肯定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情报人员 就是其中一些士兵 就无意中在芬兰奥得到一个 烧烂了一点点的 这个 它叫one time pad的 加密的 曲符 是 不过是旧版 虽然是旧版 是 但是起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嗯 接着下来的时候 就知道了 如果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 美国就要透过一些比较 有数学基础比较强的 就 解脉人员 就尝试去分析 他们这个密码 是 就结果呢 到一个 就是相当之长时间之后 就结果是解通了整个密码 嗯 由此之后呢 就知道了之后呢 但是就没有公布出来 于是乎呢 他也都造就了 好似 这个德国的情况一样 一路以为自己的密码都天下无敌 是 结果一旦 发现如果一些东西被人知道的时候 就不是怀疑自己被人解密 而是怀疑自己是臥底 嗯 于是乎呢 杀错了很多无辜 那苏联的情况呢 有少少雷同 是 就是知道了之后呢 长时间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密码是被解密的 但是到了差不多是六十年代之后呢 他们才再转了这个形式 但是当时已经为时已晚了 就好几位重要的人物呢 都被揭露身份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劍桥五人帮 这个劍桥五人帮呢 就是暴露了身份之后 跟着怎样呢 其实很简单 这还要提一提 这个解密的过程呢 由一位美国著名的解密码专家 就叫Mereadith Gardiner 现在这里有她的名字 就 是一位数学专家 就像涂灵那样 但是有一位人物呢 我找不到他的传记 但是我怀疑其实他是中国人来的 甚至是广东人 就叫Samuel Chill 我认为是姓趙 我认为是姓趙 我不敢肯定 可能在这个英语界 有一个人 有些人是姓H2 但是我看上去就应该是 像一个东方人 或是广东人 就是一个拼音像是 如果是的话 都叫做为广东人争光 好了 这个就是她爆这些人出来之后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风潮 就是美国人开始震惊 原来竟然自己的国家里面有 那么多的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而且它是渗透到 不是好像一般以前那样想 就是说 这些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或者共产党员 一般是无产阶级 原来发觉不是 原来发觉 发觉无产阶级 都未必是这些共产主义者 反而是一些什么 中产阶级 还有很有知识的人 读到兼桥大学 才和共产党做臥底 这个就是 我们事后今天看回 就似乎觉得 都好像有些理由 但当时是震惊的 这个情况 我又真是提外话 就是在香港又如何呢 就是香港有哪些人做臥底 或者有哪些人是商与身份呢 是 很多都不记得 就是因为很多 所以我们这麽擅长拍摄 这个《无间道》的戏 是 我们的戏谱 所以我都用回这个标题 特别是《无间道》的编剧 我想都可能铸研过这些 麥少辉 这些资料 所以他开始用了摩斯曲 也是密码来的 这个我认为 是和我们现在讲的话题 是有关的 是 好了 那这班人究竟 他们是什麽动机 或者是 为什麽他们要这样做 说来就奇怪 因为所谓的这个劍橋五人帮 全部都是非富责贵 如果就算不是非富责贵 都是一些相当之 就是有名望的人 用我们今天去讲的就是 是 建制裏面的人 所以建制裏面的人 意思就是说 他们 特别是一班精英 精英来的 你读得劍橋 都不方是 就是水皮 或者你出来做工作的时候 就算怎样差 也有个谱 是吧 但是他们发觉 原来他们就 不是这样的 就 越高的知识 发觉他们的 共产主义的倾向 就越浓厚 那他们究竟是 何时开始加入 这个成为 就是 苏联那个 武坎道呢 大约三十年代 那种情况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反映这个说法 就是说 当时 他们很理想主义 就在 劍橋内 很多人都谈及 这个马克思主义 或者左派思想 而当时 刚刚息席 就是经济的 他们的需求很重要 英国工人就出现了 就是 史务前例的 失业潮 而且 那个生活很艰苦 于是乎很多 精英的知识分子 就一面倒 倒向这个 左翼思想 甚至疏联 那戏里面有没有交代 这个情节 有的 都有碰到的 是 最主要的 他的说法 就是说 宗斯理是一个 譬如像道灵 他是一个数学的天才 他很年轻的论讯 已经被人注重 但他不认为 他自己可以找到一份好功 是的 即使他也是如此 这个我想 当然他自己也有这个 是 那种忧虑 忧虑 因为 整个社会的问题 整个社会 187页 就在下面 那一段 就是一个 Evelyn Mcdonald 的女人 就问这个作者 Are you a Freemason? 他一进去的时候 即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 问了这个问题 他回答 No And I don't approve of it 就是我不贊成 I didn't think you look like one But you better join If you want to be a success in this place 那就是这么短两句 是 一百八七页 即是会有一个 当你入了会 你有一个群态 群态关系 是 你可以做到 你想做的事 嗯 在这个政界 或者是整个政府部门里面 嗯 好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Rinola Project 就揭发了人 但即使如此 其实当时 都不是百分之一百 肯定这班人 是臥底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里面所有的 这些 就是 外交部的 情报的文件 它不是用人名去说 是 是 每个人都有一个代号 那 举个例子 譬如John Carcons 这个人的代号是什么 就是李斯特 List 选择这个代号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是喜欢听音乐 嗯 举个例子 为什么会觉得 这班人有可能 就是因为他在里面 他说这些人 在哪个部门工作 或者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们透过这些东西 大概猜到是哪个人 其中他发现最震惊的是什么 就是竟然有一个人 是可以在罗斯福和邮吉尔通讯的时候 他在旁边 如果你听到之后 那你是英国和美国特工的路顶 你害不害怕 是 甚至这个害怕的时候 就开始蔓延到究竟 这些路顶 是否自己连自己也是无间道呢 这个情况去到Kim Philby 事实上有可能 因为他差不多做到这个MI6的路顶 他有机会做到这个位置 这个情况就导致到 即是他这个新爆出来之后 就令到整个英美的特工界 出现极度恐慌 因为原来最能力的人 都有可能原来是臥底来的 这件事到什么时候 就叫做差不多100%肯定 就有当有苏联的情报人员 逃亡去美国的时候 就说什么是臥底 什么是臥底 结果再加上这个时候 就肯定这些是臥底 好了 如果是臥底肯定了之后 那为什么他们又跑到苏联呢 这个其实第四节的时候 就会整体交代这个情况 但起码会 特别是前面这几件 剑桥四人帮里面 有三件走脱了 返回到苏联 去了苏联 逃亡去苏联 安东尼·布兰斯 到尾只不过是受到一个 斥夺他着违和名誉的惩罚 基本上没有坐牢 John Carcos 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始 这个其实就是英国特工那种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选择特工 全部都是选择自己有 要么是牛津 要么是劍桥 要么不是的话 进去做特工的机会就很低 由于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他们大家都官官相位 因为大家都从小玩 泥沙玩到大的 第二个更加大事 这个也是跟陶龄有关的 因为里面起码有两件都是同性戀的 大家知道陶龄在说的 就是因为他同性戀的问题 所以他被人去勒索 由于同性戀的问题 第一件事 有可能他们这班人 其实已经掌握了很多 英国政界同性戀的丑闻 所以如果不让他们走的话 我想都很大事 爆大旺 这个就是其中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件都走得掉 到今天我都怀疑这件事 就是其实他们如果不走的话 英国当时的政坛出现的风暴 是比他们想中更加大 是 即是分钟他都在一些情报的筹码 在他们手上 当然了 当然了 但是这个想法得不得到引证呢 其实就要看回现在有可能解密了的KGB的档案 但是这个解密的档案 其实到了大概普京上任 没多久已经停止了 即不再发放出来 当时其实是人去得KGB都可以看档案 曾经因为叶利阴光的时候 但是近年东西方的关系重新冷战 结果这些研究到现在 开始是难做的 所以要看回那个年代 就凭我们一个比较好的想象力 纯粹推测的 就是这个劍桥五人帮的情况 他到最后 就是发现很多很多 英国高中层的人员 都有可能是在苏联的掌握之下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 相信左翼思想 亦都可能被操控 操控的原因就是可能是性丑闻 或者其他原因 举个例子 这些乌鸦与蝴蝶的交易 是的 不是乌鸦与蝴蝶 就是这个焰治与乌鸦 是的 是的 其中一个最 现在都解释不到 或者现在都觉得 是有疑问的 就是 其实是比这个Kim Philby 就是他差不多做到 英国的特工组织的脑顶 更加震撼 就是前英国首相威尔顺 曾几何时 这个英国的部分的特工 都怀疑他是 苏联的臣 臣 你想想 如果去到英国首相 他仍然是苏联的臥底 这个只是荷里活的电影 才有这个桥段 那么桥 但是竟然这本书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不是 甚至有一个这样的阴谋 就是因为部分的英国的MI5 如果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什么的MI5和MI6 你就听回以前甚至 我们讲英国的特工组织 部份的MI5 围组有几十人 的特工是怀疑 威尔顺其实是苏联特务 这个威尔顺 就不是香港的总督 威尔顺 这个香港的前总督 就是David Wilson 英国的曾任首相 就叫Harold Wilson 就是曾几何时 是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就是其中一个最年轻的首相 就是好像过世纪就做英国首相 他怎么做首相 固然他人很厉害 但是他最有把握工党的前任 是很离奇的 去完苏联之后回来死了 医生验过是一种很特别的病 这个病一般来说 虽然罕有 但是是一种自然的病 就是简单来说 我们今天不知道 中了这个男性感冒 感冠 跟着跪下了 但是医生不排除的可能性 就是这种病 是透过人工的方法 去摆入这个人的身上 而因为他死了 所以威尔顺就很顺利成长 跟着做了一个计任人 而又做了英国首相 由于这麽外媒的情况 再加上 威尔顺本身曾经在苏联做过一个贸易参赞 于是乎英国的特工就怀疑 当时他在住苏联的时候 他被人掌握了一些丑闻 例如性的丑闻 而放针回去英国 跟着就行一些很左的政策 于是乎有这个怀疑 而这本书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整班英国特工 是做了一个阴谋 暗粗逼他下台 而事实上威尔顺的信心 不是下台的 而他下台之前 透露有些人迫害他 但是就没有说到 究竟是什么人 和迫害的方法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到现在 都是一个怨案来的 这个就是 我就是不断强调 就是涉及到英国特工的情况 或者一些 就是我们今时今日 觉得是大音乐的事情 那几十年 都仍是 在这个 我们没有解释物 不止解码 即是直接是不清楚 即是不知道是怎样 真相都仍然是隐藏著的 是的 不是我们就这样看表面 那麽简单 所有东西都不是那麽表面 这个是台外话 譬如香港我都怀疑 即是有一些政界人物 甚至是一些曝光的人物 他都有可能在这些情况之下 会远向的 当然这个 会说到是众说昏文 但是 这个疑问 正诸中共的历史 那又是否不然发生呢 是吧 那我们觉得又不是 你一看历史 就正正告诉你 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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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讲这些原因 就是说 我们从别人的经验 我们可以推测 我们自己身处一个什麽的处境 是吧 是 好 整件事最重要 或者最爆炸性的一件事 是什麽呢 就涉及到这位人物 就是劍橋五人帮里面 一个这样的人物 就是 不是现在这裏 就是下面这张照片 这个人物 就是Anthony Brandt 我们可以给他看看 首先看看他这个人 他厉害的地方在哪裏呢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就是一位艺术鑫赏的专家 最简单说 其实他是专看名画的 那专看名画呢 当然如果在其他国家 就找不到饭吃了 但是英国呢 他又攀附到一些上流社会的高层 那举个例子 譬如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他和英女王 现任英女王 即是年轻的时候 即是年轻的时候 是合招来的 这个也是他年轻的时候 那就是他的 他把握的地方 就是其实他是这个 就是英女王 御庸的画 收藏画的专家 鑑定专家 那为什么他这个身份 他又会去做 苏联的特工 而做这个苏联的特工的时候 事后知道了 如果他掩饰的情况 被惩罚的情况 禁止才去揭露 而甚至是不需要坐牢 那我们留下第四节再说 咳神手笔 陈云国师 成邦会战胜归来 还有毁文新书 本土民主反共正论集 历史几寸都有 十大拳神修订版 李怡先生新作 最坏的时代 最好的时代 记得入场支持啦 应该先不利